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呢 这位女士就为她说 可否帮我超度 这个女士就说 我怎么能帮你超度呢 我自己还没有争过 对吧 我自己还没有能力去极乐世界 我怎么帮你呢 这位梦中的这三位灵性啊 咱们暂且这样称呼吧 是鬼 是仙 是狐 是怪 咱们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难以考究了 但是呢 他们这几个灵性就说什么呢 你只要答应就行了 就说 你只要是答应为我超度就可以 这位局势就说 我答应了 就说了三个字 就看见这几位女子呢 踩着她的膝盖 肩膀 就开始呢 升上了高空 那就是升天去了 但是呢 故事没有表 是在升天到极乐世界呢 还是升天到天道 这里边没有说 但是总之呢 是走了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说明其实每个人都有能力去超度 但是呢 为什么大家超度不走呢 是因为啊 咱们没有人家这位师兄的功德力 这个故事的原文 我已经看过很久了 一下子记不清他到底是宋的金刚经 还是地藏经 总之什么经 不清楚了 但是人家的宋词不知道超过了一万部还是十万部 总之呢 数目不小 而且当时的古人呢 人家的心地纯善 没有太多的现代人这么复杂的思想 所以说呢 人家有着功德力 只说三个字 我答应了 诶 人家就走了 大家也想超度吗 如果想拥有超度的功德 大家就赶紧 放生 持重 练佛 加油 只要认真去做 大家都是棒棒的 就像密宗里边 就是说 这个咒语要念一百万遍 有什么样的能 你有什么样的功德 你能做到什么样的状况 对吧 你念一千万遍是什么样 你念一遍 然后是什么样的功德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密宗里边这些经典 你就会明了 为什么要求这么多的变数呢 这就是你功德的积累过程 你没有这么多功德的积累 自身难保 没菩萨过河 你怎么办法能超度他们走呢 是不能的 也很开心 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提超度的事情呢 有开心的事情呢 向大家汇报 同时呢 也要解决一些师兄的理律 昨天有位师兄啊 发行帮他妈妈堕胎的四位英灵超度 这位妈妈呢 已经患抑郁症八年了 非常的一个苦闷 心情的抑郁了 所以说呢 这个子女呢 帮忙查 真的是 我很很少会遇到 以前无论是他找人超度过 还是没有找人超度过 总之呢 一般很少呢 比如说你堕胎了三个 两个 比如说堕胎了四个 而顶多有一两个在身上 多的也就两位 而一般就一位 甚至四位还没有找人超度 他四位就都不在身上 已经堕入了阿修罗道啊 或者堕入了畜生道 但昨天这位妈妈不同啊 一查呢 他坐胎的好像是世的英灵吧 三位都在身上 都从阿 黑气弥漫 另外一位英灵在哪儿呢 在地狱道 英灵在地狱道的 我还是头一次碰到 可能他前生所造的业吧 这位女儿呢 发席帮这位妈妈超度 超度的时候呢 总的找一个人来道歉嘛 对不对 因为你不道歉英灵是不会走的 过来以后呢 就是这个老妈妈呢 哎呀 真的是 不知道她学佛还是不学佛 我真是不清楚啊 但是这个大哭不止啊 然后呢 可想是心中的愧疚的心情 积聚了 你说给这几个英灵啊 道歉啊 忏悔啊 哎呀 真的哭得你 也是伤心落泪啊 这位老妈妈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抑郁的 但是这位这三位英灵的 加上一个地狱道的四位 超度走了 希望这位老妈妈早点好起来 好 这种疑郁症 可能也和这些堕胎 这种心情郁闷 再加上一些堕胎的后遗症啊 这种身体的疾病啊 或者心情等等吧 当然咱们不是查病的 只是当时呢 不是查四个堕胎英灵在哪里 总之这位师兄的忏悔 就是这位老妈妈吧 忏悔的妻啊 非常的准 所以说我也没有费太大的力气 因为他忏悔的心特别好啊 大呼不止 把英灵也感动了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的结果是英灵啊 也非常非常的原谅 而且呢 也开始念博 最后的结果让我非常的震撼 怎么震撼呢 四个英灵全部上帝上身 全部 这个 在我的超度史上上述首次 不用说四个英灵啊 就是就是其他的在地狱 到受苦的老人啦 之类的 也没有见过 同时就是上品上身的 有时候呢 能碰到一半个 哎 超度三四个的时候 有时候碰到一半个 哎 五六个的时候碰到一半个 有的时候甚至超度十个 也碰不到一个 但是人家有着福报啊 你看一下 老妈妈曾心忏悔啊 那些堕胎英灵都能往生 极了世界 而且还是上品上身 另外呢 我的一个好友啊 就说 呃 是位作家啊 这是深圳的一个师兄 啊 推荐的 呃 呃 这个师兄我在这里边 呃 讲到故事里边 并不是说 呃 有什么针对的意思啊 这是讲故事 如果你听到了 请你见谅啊 也 我太想你一定能听到的 你每天都在听故事 所以说我 我所有的话 不会的人说 都是 讲到明面上 哈哈 啊 这个不是诽谤 是以您 啊 为鉴 呃 这位师兄呢 也是超度英灵 呃 超度英灵的时候呢 请来了他的灵魂 因为需要道歉 他又不在现场 对不对 啊 其实在现场 他也看不见 但是灵魂呢 它是他的意识的 一个真实的体现 啊 这个灵魂道歉的时候呢 面无表情 嗯 也看不出是高兴 还是悲伤 呃 也双手合十 然后嘴里边淡淡的 说了四个字 我很抱歉 呃 呃 像这种呢 英灵会感知到 这个 满满的诚意的 呦 啊 所以说 这样子超度 就比较有点麻烦了 会需要把识 在中间 不停的 沟通 调节 啊 然后呢 给 给英灵 讲 讲 讲故事 啊 呃 然后呢 带着一些画面 啊 总之呢 散巧方便 请英灵呢 原谅啊 这个时候呢 才能送走 英灵是 比较难送的 当然啊 这个我记不清是 什么品级呢 好像就是 中品上手 还是中品下手 我记不清了啊 呃 当时也告诉 这个师兄呢 啊 你看一下 就是说 作为一个 就是说 母亲 对孩子的 忏悔程度 呃 会 很大程度上 影响到孩子 啊 就他 就是往生的 品级 品味 另外 超度时候呢 呃 对于就是孩子呢 另外呢 呃 还有就是老人 啊 真的是 呃 子女 如果 特别的是 愧疚 啊 就是生前 我们又不是好老人 对不对 呃 你们又不是好老人 这样子 道歉 他会 老人开心 放弃 呃 也会提升 品味 今天呢 还想在 其他群里边 和周围师兄 聊一些 其他的事 所以说呢 啊 今天在 三群 的分享 就到此结束 啊 目的呢 就是了 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 把自己的 亲人和家人 超度走 怎么办 就抓紧时间 啊 吃住 念佛 提升自己的功德 里 啊 这是一种 第二呢 真诚的去 忏悔自己 所造的业障 啊 这些你的 附体啊 你伤害的 冤心在主啊 你的堕裁英明啊 才会更好地 原谅你 啊 才会更好地 与你呢 解冤 解决 从此呢 与你呢 化开 这段因果 啊 感恩感谢大家 如果大家呢 哎 从中受益了 请转发了 送讲故事 到各个 文心群啊 朋友圈啊 等等 那更多的师兄 听到 法故事功德无量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 侍从恩 夏季 三土苦 啊 以愿将讲 小故事的功德呢 回向给 诸位师兄 这些家人 愿大家 人人都得幸福 健康 家庭和睦 愿大家 家和 万事心 阿弥陀佛